郊西湘民代表会今年度最后一次定期大会已经结束 乡公所在会议中提出将开办湘民结婚补助 未满两岁婴幼儿营养补助费 并加码妇女生育补助 同时将重阳敬老理经年龄下修至65岁 四大新福利政策将在113年上路 我们这次代表会定期代会 我们通过到疫情期间 对我们行政的保障 我们没有保障的部分 我们要来做以下的工作 大家总共有3万5千人 疫情期间其他会议中 都有保障2千至3千不定 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 总共有1万5百万 我们没有做一次来发行 所以我们把这个疫情期间接线的钱 我们刚刚113年开始 我们就要来照顾 我们乡来的年轻人 我们的妇佑 以及我们的中部的老人 这是一个实际的照顾 娇西乡民结婚补助金额为每对1万元 妇女生育补助每胎都加码1万元 第一胎至第五胎补助金额占2万到6万元之间 而未满两岁婴幼儿营养补助费 每个月为3千元 最多可零两年 重阳敬老理经的部分 以往发放对象为70岁以上长者 明年年龄下修至65岁扩大福利层面 我们对每一个新郎 都补助1万户的补助 本来就是 全对我们妇女生育的补助 我们落实 我们妇女的好力 要照顾到我们向来妇女产后的健康 要来促进家庭幸福美满 所以说我们以前是都第一胎是1万户条 我们刚才13年开始 我们只要生第一胎的时候 我们要补助2万 我们两个月的幼儿 每个月我们要补助他们3千元的费用 所以说这桶困我都领到24个月 就是领到两个月 再来的第四行 第四行就是 我们的重阳礼金 进入礼金 我们宽宽 我们的年龄的函节 我们大家用 以往都是70岁开始 只有发放中原的礼金 我们从83年开始 我们从65岁开始 到79岁 我们都要发1千块的礼金 郊西新的福利政策补助对象需涉及郊西乡 补助期间从113年至115年 详细补助办法可在郊西乡公所脸书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